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马超恢复成这个样子 又开始突突突 再突死一个 这不是五人举 刚才说出来这是六人举 我们杀这个忠臣也有福利 好 我们又给了金王盖一个桃子 金王盖来啊 激动蓝上啊 苦闹啊 你别搞白天 我们给你桃子你都不苦 好 王盖终于想通了 苦闹之后这么多杀 跟春莹拼了 把春莹打死了没 哎呦 还真的打死了啊 这三个牌被黄盖给收掉了 然后还可以继续把马超给压压 赵云是主攻已经亮出来了 我们在单挑方面 我们并不怕赵云 是吧 只要能够把形势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走 我们是完全是可以搞的 好 点威 点威也比较可赵云啊 但是他这个血线 他已经不敢再任性了 好 你不敢再任性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你拿到武器一定要任性起来啊 好 我们这排没得输 连个黑都没有啊 只能做静观其变啊 好在现在是五人局啊 五人局激素局 对内阶的激动来说是不错的 我们的状态也是比较好的 那点威往上面乐 不往下面乐 然后乐前卫啊 乐前卫 你要我说多少次 你才知道要乐前卫 可能点威觉得这个马超对他的八卦阵威胁比较大 好 我们跟黄盖玩啊 黄盖是不会受我们给黑牌不能用的限制的 他只要搞一下自己就可以用了 他只要苦肉一下 他的体力值一减少 我们的侠惠的负面效果就没了 好 马超想想这个这个强命的时候 强命不了啊 路判一红桃 对 黄盖弃了这个红桃武器 躲过一劫 躲过一劫九杀 哎 我们可以把金蚕脱窍给弃了 弃了之后可以摸一张牌啊 觉得金蚕脱窍想留在手上 好 我们给黄盖一张这个红杀 同时挂起弗雷啊 弗雷稍微说一下啊 这个弗雷就相当于是闪电啊 他替换了闪电 但是闪电只能判一次啊 而弗雷可以连续判 只要没有人把它拆掉 他就可以不停的判 每次啊 第一次判成了黑桃 判成黑桃就会造成伤害啊 只要是判了黑桃造成伤害 不像闪电只要黑桃二和九 造成的伤害是慢慢累积增加的 第一次判黑桃造成一点伤害 第二次判就是两点 第三次就是三点 以此类推啊 好 那黄盖的七宝捞来了啊 无视这个白银狮子直接砍造云凉血啊 这样的话我们把黄盖包养了 结果他要直接速推主攻啊 让我们没有想到 哎 但这个铁技啊 又吧 又没有强命啊 这马超也够够苦恼的 连续两个九杀都没有强命啊 毕竟伪强命跟真强命比还是差一点 好 这个点回要直取主攻了 幸好马超有个桃子啊 咱们差点玩大了啊 这个黄盖居然掏出一个七宝刀来了 差点把主攻给秒了 配上配合上点回 但好在啊 好在马超有个桃子是吧 好 咱们赶紧把黄盖给收了啊 这样的话这个弗雷就掉了啊 没有本一次叛过黑桃啊 咦 大家看到没有新大剧来了 尊刚硕出现了 是吧 尊刚硕稍微解释一下啊 他是你使用杀指定一名角色目标后 他替换的是七宗月刀啊 你先让别人弃制你的一张手牌 然后你再弃制别人一张手牌 这是帮助你强命啊 但是弃的话都只能是手牌 还不能是装备啊 好 在全军突击 另外一个反正也倒下了 咱只剩我们一个了 但是一个主攻一个忠臣都是一血 咱果竟不熟啊 你们都是一血 迟早要死 好 咱们中刚硕发挥绝对能强命啊 因为不管马超手上是个什么牌 咱们都是可以的 马超留一个桃子 作为一个良心忠臣 要给主攻留桃子 但是可以理解的啊 好 这里这个连珠不要怕他气白鹰狮子 因为他迟早要气的 你总不能不对他发动连珠吧 好 你看这次他就气出来 我们就摸牌了 真兵剪刀 咱先不慌着用啊 因为反正我们现在不进攻啊 等着要进攻的时候 再来一个真兵剪刀爆发啊 这是第三次给他黑牌了啊 然后下次他气牌的话 就应该是没有 手上就全是黑了啊 我们先顶掉中刚树 留下冠之符 好 这时候赵云气了牌之后 手上全部是三个不能使用的杀 我们就可以发飙了啊 先一个真兵剪刀啊 然后再一个九 再放一个蓝蓝鹿青 再一个杀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排序有问题了 我们这排序有问题了 当然要无所谓也是可以的 我们放了蓝蓝鹿青 赵云掉血之后 杀的时候他就会冲阵了 但是他冲也是没 没什么好冲的 咱们手上全是杀 一个冠之符百分之百 把他给带飞 这把我们董白内奸的胜利 大家看到了几个新的锦囊 真兵剪刀 和那个新的武器尊钢术 这发挥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尊钢术强命啊 我们马超那个桃子 舍不得吃 生怕我们内奸撕票 我们非常的感动 是吧 这对忠诚有这样的良心 我们内奸自然就会好赢一点 好 这个终胆阴结模式放了这么多 我们回到正常的军真模式了 这个内奸选择的假大爷贾许 贾许他的玩杀 控场比较猛 但是呢忠诚也不会为主公留桃子了 是吧 毕竟你要撕票的话 我们留桃子也没用啊 同时说一下撕票这个事啊 大家看见没有刚才那个 鸡马超一个桃子不肯吃是怕内奸撕票的 这样促成了我们内奸的胜利啊 所以说撕票他的存在就是威慑祖宗方的 是吧 因为如果所有的内奸都不撕票的话 那个马超他肯定是大方方的把桃子都吃了啊 实际上我们刚才那个胜利 就是因为有撕票类的广泛存在啊 所以说祖宗方就不敢打得太嚣张 我们就从此受益了是吧 我记得以前有个大神说过啊 有个群里规定内奸不能撕票实际上是错误的 这都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啊 咱们这个因为有这种撕票的威慑在这里放置在啊 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从祖宗方来获得利益 同时内奸始终也是一个威慑 是吧我经常有的路向里面反贼那个在呃 可以杀中可以杀祖的情况下选择杀祖 当然那时候反贼已经烈死了啊 烈死的时候还要选择强推祖 内奸经常会发出威胁 你们强推祖我就始终是吧 所以说始终类也是不应该被禁止的啊 就是因为有始终类的存在 反贼在能够杀祖能够杀中啊的呃情况下 如果自己是烈士需要内奸的时候 他们就不敢表现的太过嚣张啊 好我们看这时候祖宗方的这个优势出来了 真的这蔡夫人和刘善加尔章的组合啊 这相当的霸气但是我们不是他们一伙的啊 如果我们也是一伙这是个4v4的话 那反贼就就就就肯定是完了的 那我们直接电影托管反贼方就哭了 绝对的哭了但是我们不会托管啊 没不会让蔡夫人那么happy的窃听的啊 是吧好 虽然我们不托管但是也会为祖宗方打打工啊 这个二章给我们把冠石斧都给了我们啊 显然是让我们用冠石斧来控场来完杀的啊 好我们的孙修搞了一搞 但是最后选择借甘宁 甘宁灵牌啊肯定是摩依弃啊 是吧这甘宁这种玩法是不值得推荐的啊 当然他想直接把主攻给推死也是个可以理解 但是后面呢反贼的火力明显不够是吧 好我们这一个神仙拦救 神仙传救啊 一下子一个反贼就倒下了 然后把牌一气 让二章故意故郑 那我们再续一报一个蓝蛮录青 相机而动 好我们的曹子选出来是给二章来帮抢生意的是吧 甘宁点托管了 这样的话蔡夫人不需要我们托管 他就可以得到无数的福利 你看这这这这牌给这主攻气的 然后刘小胖这一个放拳是吧 然后蔡夫人再一个窃听 我去happy到极点呢 反正方眼看就要崩的节奏了 我们得好好的出出力了是吧 赶快给大家 待会给大家见识一下玩杀控场的霸气 好这个火攻 他直接把武器都给甘宁了是吧 没地方给了啊 在二章眼里甘宁应该是个死人了是吧 大家可以理解甘宁确实是个死人了啊 好 那我们现在需要考虑是甘宁死了之后 这个两个忠臣怎么办啊 这两个忠臣还挺肥的啊 看看我们的控完杀控场有没有这个效果啊 这个桃子在主攻手里咱一点都不担心啊 你只要桃子不在忠臣手里了啊 我们就不怕啊 我们在把屠刀伸向忠臣的时候 主攻手上的桃子是没有任何用的啊 好我们要来了啊 来啊 这个杀或者是被杀自己选择吧 甘宁托管手上是啊 甘宁有杀也不会出啊 因为这种情况下的托管 乱舞情况下的托管 应该是不会认责目标的 哎不过他真是没有杀啊 一个蓝蛮下去 甘宁死了 诸葛亮也死了 啪了一下子的死了 两个反忠臣 蔡夫人只有一血啊 咱猜哎呀 这一猜就是一个桃子 两猜没有猜到是吧 然后这一杀 因为有二张斧弓给我们的灌石斧 啪了一下 又是一个呃 玩杀啊 蔡夫人又倒下了 直接杀进四人局 玩欢乐二比二啊 但这个四人局麻烦就在于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祖禅啊 中肥啊 还好曹子因为长度所限 只能去打这个刘善啊 不能打二张啊 如果他亮出了长度 估计是不会跟我们反正配合的 好刘善啊 把桃子弃给祖公非常的好 是吧 非常的好你想放权啊 桃子给祖公我们非常的happy 这样在我们杀流散的时候 祖公的桃子是帮不了忙的啊 能吃就吃啊 不用想太多啊 好这连续杀曹子的八方阵也起到了作用 哎呀咱们这是这来一个红沙吗 哎呦这个黑沙是吧 好了虽然是黑沙的话 咱们这样玩一下的意思就是不给二张福利啊 不给他固阵的福利啊 保护一下我们的小盟友曹子 把这个无限可击给到了曹子手上 好二张拿一张沙可以理解是吧 毕竟这个曹子手上的沙目前来说是比较废的 尤其是黑沙小胖的加一码也起来了啊 这现在形势对我们控场越来越不利了啊 咱们就急需一张红沙啊 或者是一个无视距离的锦囊 把小胖给拿下就好了哎呀 这说沙来沙来的一个决斗 不过小胖好像是是是桃子是吧 这个杀又杀不到了 我记得小胖好像是一个酒被二张固阵回去了 还是我记错了是吧 好 那个酒没有固阵回去固阵回去小胖放拳的时候 又气了 气了那个酒手上留一个桃子 好了现在小胖再放拳 实际上就杀也没有了 咱们就只插一张红色的沙了 或者是一个别的决斗啊 篮板啊之类的牌啊 能不能来的哎来了是吧 哎呀这个酒喝的是何苦呢 你还多气一个桃子是吧 没必要啊 你何必九杀呢 多留一个桃子 有杀啊何乐而不为力 好我们神奇的玩杀控场 已经打进了主蕾凡 在主蕾凡里面主攻比较郁闷 但主攻的防御力比较强 这个反贼是打不着主攻的啊 反贼在打不着主攻的情况下 当时气了杀啊 这点让我们很感动啊 没有杀我们内奸是吧 但是你不杀我们啊 不代表我们不杀你啊 现在咱牌比较少先囤一囤啊 你看这个草子很给面子 就是不杀我们啊 现在可能不想跟二张进路单挑 他如果杀我们二张跟上的话 他怕这个内奸就这么死了啊 好我说过你不杀我们 不代表我们不杀你是吧 然后再一个九 一个杀 如果叛红直接把白银狮子灌出去 咱还可以回血啊 神仙拦救啊 神仙拦救啊 曹子倒下了 咱跟二张打路了单挑 二张目前的防具对我们来说 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这个灌尸斧主攻一上来 为了想让我们玩杀反贼 给了一个灌尸斧 从此这个估计会的肠子都轻了啊 无数的这个忠诚反贼 倒在我们手下这个管事功不可没 玩杀夹许也轻松的获得了啊 这场游戏的胜利 好再看这一则内奸啊 我们处在三号位 主攻选择了谁呢 P公子啊 既然是P公子 咱就选一个跟他有点激情的 是吧 选哪一个呢 对了 瞪你接吧 瞪你接吧 言为是犯行为是责啊 好我们看看 曹丕要搞谁呢 搞不搞离婚禅啊 这个暧昧的这个东西是吧 毕竟在曹丕主部局吧 一个可以当输入中翻面配合 一个可以当反贼 直接秒主攻啊 管理什么防御威慑 不防御威慑 咱就秒了啊 曹丕选择翻戒夏侯 叫戒夏侯冤 一个戒夏侯敦 一个清简 是吧 然后把牌还给曹丕 那说明这个是忠诚 还跟这个主攻有一定的激情啊 我们就随便的瞎忙了一下啊 然后又把这个冰凉冲断贴给寻御 这个寻御就一定是反贼嘛 这是打的有点分放啊 好我们寻御去驱夏侯敦 看样子不像想干好事的 先给他标个反再说啊 看看后面的情节怎么搞 好姜维搞这个夏侯冤啊 这两个夏侯都在这里 夏侯冤夏侯敦都在这里 打了姜维的行为呢 没有搞反贼也没有搞主攻啊 咱们待会过会再标啊 咱们黄忠倒是跳了一个反 好这个忠跳成了 后面的这两人 这个姜维也是反了 好我们看夏侯冤跟曹丕也玩起了激情啊 这三刀来了啊 夏侯敦翻过来 夏侯敦在一个清减一分排啊 这祖宗方再次玩出了绚丽的配合 同样我们这个内奸不是他们一伙的 然后我们只能这个静静的看着他们在这里玩啊 夏侯冤已经被包养成这个样子了 夏侯敦还知道给我们一张牌 怕夏侯冤是内奸 那个那个照顾一下我们的灯爱 现在祖宫比较危险 忠诚比较肥啊 现在是内奸最不希望看到的这个这个场景 你看这反贼肯定都是对着祖宫去的啊 这个驱虎 看下他用两点驱虎 就是想玩玩这个截命 好但是待会很麻烦啊 反贼只要有长度 是不会去打忠诚的 幸亏将围的长度不够啊 只能去打忠诚 但是黄忠肯定是不会跟我们配合的啊 幸亏祖宫的这个这个血线比较低 黄忠是没有一刀两血的效果 好那主公再继续翻借夏侯敦 借夏侯敦是可以把这个得到的牌 给是即时的交出去的啊 所以翻三牌翻借夏侯敦是没有延迟性的 哎呀这黄忠还有诸葛联赌 我那个去赶紧啊 这是桃子千万不要顶着头上是吧 顶着头上的一定是非桃子啊 桃子你顶头上就麻烦了 你看夏侯冤是没有桃子的 只有夏侯敦是有桃子的 好这下七牌 全给了啊这个曹皮啊 然后我们的夏侯淵来来三刀啊 这先是神术一刀啊 然后再继续出牌正常出牌 还有一刀是吧 然后再翻面再一刀啊 哎他刚才有个错误的动作 大家看见没有他用方电话机 顶掉了杖八十毛 就完全没有必要啊是吧 你又不弃牌 你直接一翻面不就可以了吗 好但是我们的呃王忠还是没有死 主公拆掉了降维的手牌 怕他手上是个桃子觉醒不觉醒 咱不管咱要那个王忠的人头啊 这个懒曼努青一放咱们终于囤到了第一个天 好夏侯敦啊 那个无限了一下徐运啊 怕徐运给江维劫命四张牌 是吧毕竟这是一血四牌有点吓人啊 好那现在呃 其是那个情况变得好转了是吧 因为忠诚不是那么的肥了啊 主公也稍微回到凉血 然后我们场上两个暴力输出的反程都已经倒下 我们可以细水长流的慢慢控场啊 江维觉醒就觉醒吧 呃正好来了个五五红灯就不管他了 这一下子咦咱们一个顺诺千还是帮帮了江维一下 呃那个助了他一把啊 王忠跟徐运打了无限 好徐运来找我们去虎非常配合 没有去打主公 毕竟夏侯渊站着翻着 你打主公吧 夏侯渊翻过了他就不爽了 好 现在的话夏侯一个忠诚一死 非常好的激动了五人鱼 这个五人鱼里面还是可以的 但是麻烦就在于这位啊 谢谢夏侯渊是麻烦啊 因为反贼打他是会被刚的啊 这又不像以前那个夏侯渊江维可以关个红桃啊 但是这有一个闪电啊 这也是个好东西啊 闪电可以把夏侯渊给劈死 又可以拔掉我们一个控场蓝点啊 夏侯渊开始拼命的啊这个打嘴炮 说我们内奸控场失败 我们怎么就控场失败呢 进入阻类反反 咱咋就啊不能赢呢 那好你安心的去吧 不用想太多了 蹦的一下 那江维肯定是关过来的 曹皮收了 他的牌子后距离出来了 可以拼命的打江维 咱们再把江维给带飞 那就可以了 叮的一下子啊 这江维为了关心手上没有什么防御牌啊 三九刀啥都没有啊 轻轻而易举的被我们带飞了 在这阻类反里面啊 我们看看什么阴啊 这寻遇要跟我们配合 咱们拿桃子去去给他 这至于吗 你给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接一点也可以了 我们这个雷沙咱留着是 是咱可以理解的 是吧 把桃子给给他的话 主公被他偷了怎么办 你看主公现在都已经成这个傻样了是吧 好咱们无懈一下 主公再杀了一下灌出去 大神医血啊 一个勒布斯鼠 医血乐住 好看主公有没有收群玉的这个本钱 主公气杀不敢碰是吧 怕怕群玉手上是一个保命牌啊 如果他杀的话 群玉还有一个保了保了命之后 会被我们邓爱这个抢了人头啊 好这时候我们抢群玉的人头没抢到 群玉想偷祖 幸亏有个桃子把主公保住了 好主公一看这个情况必须要压内奸了是吧 再也不压内奸他就死定了啊 这来了一个这个加一马好 群玉再找我们拼典 咱们一接点起了作用啊 当然没起作用 咱还留了一个桃 群玉千里送人头之后 主公就击击了 这绝对的击击了是吧 这两个田啊 这个先砰的一下子 主公给带飞了啊 这把我们的邓爱小泪 碰见祖宗方的翻面组合啊 一个槽皮带两个下喉 这种轻茧翻面轻茧翻面神术翻面啊 我们作为一个内奸 还是那个经典的控场 而且我们很机智的帮姜维觉醒之后 让他用闪电带飞了我们控场蓝点 借下河顿啊 打的总之非常的机智 而反贼和祖宗方都是 尤其是反贼 都是按照我们啊 设定的剧本在走啊 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了胜利啊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放一个暴力的娱乐型的内奸是吧 看主公是刘小胖 哎 大家看这个雪娘框就知道我们哪个是怎么个暴力娱乐法了啊 选择了神吕布啊 神吕布啊 那又是内奸的不二人选啊 因为他天生多一滴啊 血量是吧 同时又又大招啊 非常的爽的 他的缺点就是锦囊 用锦囊不太好用啊 容易让自己掉血或者是少这个暴露标记啊 好 主公打了一下曹冲啊 曹冲 还了主公一下跳了一个反贼啊 看看我们接着怎么动 我们可以不动的啊 挂个加一马 捡一马一挂 咱决定要动啊 杀这个地大桥 同时就是杀这个马术 好我们这个这样的话 我们想杀中马术没闪的话 就可以得两个暴露标记是吧 结果可惜不给面子 被马术给闪了 咱是没有无双的 咱的无双要要是要扔掉这个暴露标记才有的 好我们的马术也跳了一个反 把我们的加一马给抢了 大家他毕竟跳了反 他抢咱们的加一马 不过他也没下主公的乐 应该是跳的反贼 左慈没有动 贾徐也没有动 让左慈窃听到这个加一马 好看孙上香 孙上香是一个什么身份 你好像是忠臣是吧 好你看果然是个忠臣 身份没有杀主公 我记得曹冲吃桃子的时候 孙上香是没有给曹冲补牌的 好我们牺牲一个暴露标记想让主公动 我们一开始就不想着斩暴露标记 能慢慢来啊 直接按正常的打 好书上香好像八卦判了吗 他想他想调学这个觉醒 要么就是手上有桃子 所以故意不判八卦 但是人家有大桥啊 还是得当心点 是吧 好你看果然是一个路途劳队 请下马修整吧 好这时候已经三个反贼出来 左慈跟贾徐身份还不确定呢 好这个九杀 甭我们的马也被射掉了 甭让我们长到三个标记了 这个简易马又被马术给抢过去了 好马术非常的谨慎 他没有那个假设 甲许就是反 但是主公已经管不了这多了 赶紧给这个这个佐词啊 这个打无限 同时树上香拼命的给佐词发动那个 那个凉柱啊 好 又挨了一下 哎这个果然是忠诚 咱们赚到了啊 赚到了 好那这样啊 甲许是反 我们的标记已经长到四个了 马上就可以开大招了 是吧 这个得益于这边的蓝蛮 哎呀是人的主公啊 这个佐词把所有的武器都给树上香了 树上香只要能够过这个热 哎那甲许就完了 哎 装香决定先杀曹冲吗 哦 因为他没有觉醒 没有觉醒 没法换自己的这个装备啊 非常的悲剧 那好那你就等不等不到了 是吧 这一下子给我们补了这么多牌 咱有牌 那就好说有牌就有暴露啊 咱现在暴露已经不用刻意斩了 用锦囊的时候把暴露给削掉就行 打成了伤害 咱都可以啊 咱都可以变成暴露啊 已经七个暴露标记了 好 咱们咱们展了一轮没搞啊 这是这是放权回合啊 还有咱们真正的行动回合啊 这个顺手歇阳 这一个来了啊 先先来一个这个这个是神分 让大家把所有的装备跟牌都弃光 然后再放一个浪漫露青 那简直是成片倒下 他就是对挨个倒下是吧 这大桥倒马术倒啊 这要是以前的马术就麻烦了 但是这是已经改过的马术 咱们不用说了 这佐治倒贾许不倒啊 这暴露露青 那祖宫不能倒是吧 这又是一个黑色脂肪 没有办法 但是一个杀可以把贾许给杀了 然后再一个决斗 把树上香给搞死 直接进入阻雷反啊 直接进入阻雷反 好 那祖宫肯定毫不犹豫的来搞我们 是吧 估计要搞两下 好 然后那我们再来行动 这个火宫 原来曹冲还有行动 那咱们还可以来啊 先一个决斗 然后让曹冲拿两张牌 再顺他一张 再一个这个这个神分 是吧 曹冲又完完蛋了 那再还有诸葛连弩 连着两杀 再把刘萨给带飞 这回神秘部的威力 大家见到了啊 你只要有人包养我们 只要你对我们 有人对我们稍微好一点点 咱马上就可以让全场玩家 看我们表演 那我们这得到两个忠诚 给我们祖辞 给我们仁德 孙长湘给我们梁柱 这夫妻俩啊 这一下子把我们包养肥了 那马上厂子就被我们砸了啊 神秘部就是这么不可控 好今天录像就到这里 后面我们看看三国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 曹丕三路法无的故事 前面两路都已经讲了 今天来讲这第三路啊 这第三路在江陵 由曹征带队啊 夏侯上啊为父 张和徐晃打下手 是吧 来攻江陵城 江陵的首将是朱然啊 然后同时孙玄派出了诸葛景 潭张杨灿和孙胜在外申援啊 这三路里面啊 这一路才是真正的最重要的一路 因为曹丕本人就坐在晚啊 在晚成这个这个随时为这一路的后援啊 这一路也是一开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好曹丕这个这个法无是在冬天啊 在222年的11月开始的 这个是冬天的时候 这个水道是比较浅浅的 是吧 所以呢 那个夏侯上就可以搭浮桥进攻 这里的百里洲啊 这个江陵的这个中洲 也叫百里洲 大家听这个名字叫百里 就知道这里比较大啊 比那个什么儒须的那个中洲要大多了 这里是孙胜在这里 呃这里把守为这个朱然的外援 但是张和杀了过来 把孙胜击败了是吧 诸葛景和杨灿的援军来过来 但是夏侯上搭了浮桥啊 这个浮桥啊 他趁着这个水浅搭了浮桥 大量的步兵啊 骑兵啊 都可以越过长江 杀到这个中洲来 于是诸葛景和杨灿孙胜都没有挡住 这一块百里洲被朝魏给占领了 就是2230的真月啊 这个时候江陵城的朱然 才可以称得上是内外断绝 那个朱然的传记里面 把朱然吹得很厉害 说他在江陵这里守了六个月啊 非常的流逼 但实际上 我说我是在正月的时候 才内外断绝 然后三月的时候 曹碧就撤军了啊 顶多守了三个月啊 不知道这六个月是怎么算的 也可能从那个去年十月份啊 曹碧刚刚开始发兵的那个时候 开始算的啊 明显是给朱然脸上贴金啊 当然那个守三个月也是很流逼了啊 是吧 我说过很多时候攻城二十多天空不下来 但是攻三个月就很容易攻下来了 是吧 因为这三个月啊 这城里的条件相当的艰难啊 内外断绝的情况下少吃少喝啊 然后这个城城城中有很多士兵生病啊 大家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下 生病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啊 城里面有一个叫姚太的 就开始三心二意准备投降了 被朱然及时发现把他给杀了啊 但是在这个三个月中间 曹魏的各种工程的方式都被朱然给挡住了啊 相当的惨烈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下河上的浮桥搭的比较多 是吧 他军队要大量的往这个百里洲这里赶 想对这个这个江陵城进行合围 但这个消息被董昭知道了 是吧 董昭跟曹丕一起在这个这个晚城啊 在晚城这里坐镇 在晚城跑哪去了啊 在这里啊 董昭在这里接到了 下河上搭浮桥的消息 董昭就赶紧告诉曹丕 这事儿太危险了 当年曹操啊 你的老爸打仗都不敢这么夸张是吧 你这浮桥啊 这是极其的危险的一个东西 一旦水涨啊 水只要一涨 你这个浮桥马上就不稳了啊 而且水涨了之后 吴军再从水路一进攻啊 你这个浮桥很容易就垮了 这一垮你这些军队过江 跑到百里洲的军队 就完全陷入了孤威的境界 那基本上就不再是我们的军队了 肯定会被吴国吃掉的 所以赶紧撤出来啊 这时候这个的江陵的朱兰 已经守了很久了 从一月份守到三月份 冬天已经过去 春天即将即将来临 这水马上就要涨了 记得在217年如虚之战的时候 曹操跟孙权在如虚对阵 把孙权就写了一个便监给曹操 写着春水方生公仪肃去啊 这春水一涨 你的骑兵就扛不住了啊 咱那时候就是我们南方水军 发挥的时候了 你赶紧退吧 同时还写了一个纸条写 足下不死孤心不安啊 那个曹操看了之后 就笑了说孙权没有骗我啊 于是就撤退了 这个时候也是啊 一月份 打到三月份 一月份的时候水还比较浅 到三月份要涨水了 这浮桥眼看就要完了 所以下河上赶紧赶紧撤退 是吧 那一撤退的过程中 这里潘彰在卫军上游 五十里的地方 已经准备顺流放火烧毁浮桥啊 因为大家看见没有 这在长江流域作战 上游还是掌握在吴国手里啊 居高临下 那个顺水而下的进攻 那总是很爽的 潘彰只用在这个上游这里 把点点火的船 让他自己飘下去就可以了 这下河上的浮桥就危险了 是吧 幸亏他们听了董昭的撤了出来 撤出来之后十多天江水大涨 是吧 这江水一涨 那诸葛景和杨灿孙胜这帮人啊 胡汉山又回来了啊 这样的话 这个百里洲肯定是守不住了啊 下河上他们啊 朝鲜下河上对江陵城的这一次进攻 就可以说是宣告失败了 所以曹丕只能宣布撤军啊 这一路一撤 后面的两路也就跟着撤了 虽然曹修那一路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是江陵啊和这个如虚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也只能啊这个放弃这次进攻了 从这次战斗就可以看出来南北分界线 那就是因为天然原因来形成的啊 我在打说这个曹修那一路的时候 谈过啊 曹修和卢须那一路的时候 谈过长江啊 这个曹 卫方是没法把大船开到长江里面的啊 因为淮河到长江的水道都比较狭窄 是吧 所以他只能用游船的清船 跟这个孙权的蒙冲斗剑来打 很很难打赢的啊 然后这一路呢 在江陵的时候他们趁着冬天水浅的时候 可以占到一定的便宜是吧 但是一旦这个这个这个 吴国坚持住了 等到这春天春水放生的时候 他们就不得不退回去了 后面两百年之后啊 这个原家北伐 那个南北朝的时候 刘宋的宋文帝刘一龙曾经想北伐啊 这样当时星期集的诗写过 我以前也提到过原家草草 封郎居膝 结果赢得仓皇北顾 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啊 这个刘一龙啊 他准备北伐 他是趁着这个夏天出兵啊 然后想抢夺 河南的地方 就是黄河以南的地方 因为在八年前 刚刚被北魏 却给侵略过去了 他写了一个信给当时北魏的皇帝 拓跋涛说你当着老爸 八年前侵略了我们荷兰的国土 我想把这里收复回来 我不会去进攻你河北的土地是吧 咱们讲和平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结果拓跋涛非常生气 回来一处这个回来一处说 这个荷兰自古以来就是我北魏啊 大魏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 你这你这边说是你们的地方 这是鬼扯啊 然后同时他告诉刘一龙 你仗着啊这个春水方生的时候 来进攻算你狠啊 我自然会撤军是吧 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我骑兵杀回来我会让你哭啊 是吧 这说的非常的直白了 结果这次北伐就跟土把涛说的一模一样啊 一开始那个南方取得很大的优势 一下子占领了荷兰市政 结果到冬天北魏杀回来的时候啊 那个屁股没坐热 这些市政就全部扔回去了啊 同时损失了大量的军器物资 让刘一龙非常的痛心 所以南北分界线啊 这没有那么容易给打破的 好这次三路北伐失败之后 曹丕啊三路南伐 三路伐武失败之后 曹丕并没有放弃 过了一年 他又来了一次 又过了一年 又来了一次啊 我们下期接着看